神秘无童的宇宙和道理 蕴含着神 意味着神 掌声有请 天体复理学家五相提 天上的星星和地球上的沙子相比 哪个东西 一样多 我们说的是可见宇宙东 一后面是22个零 这么多颗星星 大概等价于地球上 一后面是22个零 有三粒 有什么办法能让宇宙不再膨胀 只要自家该到 立方体里面放0.0一个电子 但是我们宇宙中没有那么多物质 宇宙将永远地膨胀下去 宇宙是不是不存在中心 宇宙的确不存在中心 因为你站在任何地方 宇宙都是往外膨胀的 你就是宇宙的中心 我错过了一个 以自己为中心的宇宙 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的宇宙的中心 对于一位研究宇宙的科学家 和他的同事们来讲 这世间最大的浪漫 还真不是仰望星空 而是脚踏实力 我们只理解了宇宙的5% 今天的自然科学上空 依然有两种物质 暗物质和暗能量 它是真的是暗能 它是不是蕴藏着 我们新的物理概念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 所谓自然科学理论体系 我相信正在蕴养到一场 百年未有次大变局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事 就是宇宙是可以被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身不适合